水水也提及過 熊貓經濟 是呀 是呀 如果你這次有六隻 我聽到議員說 今天都已經 這麼棒 恭喜國家帶來我們這麼多熊貓 我們要好好善用 要花量 是呀 我們要好好善用這個熊貓經濟才行 但怎樣善用 他有沒有說 他是這樣的 他提出既然我們也有熊貓 首先要搞好經濟 要有一個熊貓的研究 要搞這個深度帶熊貓研學友 即是帶人去海洋公園看 收人錢 做造相 吸引遊客來到香港 叫海洋公園要多做功夫 拍多些片 放在社交媒體上 做多些熊貓的宣傳 還有重新規劃這個大熊貓館 所以剛才你們說得對的 因為四川是最多的大熊貓館 他們真的有很多的地方 別人去到 不只是說我今天只是去海洋公園 看看他們是怎樣的 他們有那些是熊貓買東西的地方 進去到竹林 回到竹林 跟熊貓一起去買帽 又或者近距離可以接觸他們 這樣才行 那你要地方 那沒有地方怎行 但香港只有海洋公園 只有那裡會做 要搞到好像叮噹那樣 全港都是熊貓奔館 精神的熊貓在那裡 或者安全的情況之下 可不可以安排一些熊貓 例如135就在海洋公園 246就去九龍公園 我真的看到有一篇文章 你知不知道他講過 我覺得挺搞笑的 他說我們應該要善用現在空置的工廈 我們一定要把熊貓推出市區 我想他的意思是要多吸引一些熊貓 或者生一堆熊貓 然後好像人家區區搞旅遊 在工廈那裡都有些熊貓 那會不會違反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他到底想說什麼 那些是國保級 你把國保級挖去工廈 對呀 怎麼會這樣 香港人在工廈那些 通常都是被迫的 第一可能租不到店舖 第二可能在那裡辦公室兼睡覺 那你知道工廈那裡的廁所 都是要公家的 那些工廈的感覺非常差 你說不是 由於這個中環社自由 現在的空置率很高 我們反正他們都租不出 我們把中環中心那裡包幾茶 熊貓基地 我叫做熊貓館 熊貓大廈 生活的人可以上去參觀 然後這個45、46、47層 就是屬於熊貓館 48層就是餐廳 44層那裡就是酒店 成棟玩了 然後參觀完熊貓就去買東西 睡覺 SPA、按摩 全部成棟都是熊貓大廈 那些才叫熊貓經濟 不是海洋公園做些道賞 一百幾十 猶如納三 不夠的 即是明白它的地方只有那裡 但是就局限了 應該推出來 不是叫熊貓出來 就像我們所說 叮噹那些變成熊貓就可以了 或者運兩隻功夫熊貓 那些動畫造型 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 不過我又想 四川最多熊貓 四川也發展熊貓經濟 我們又發展熊貓經濟 我們現在的旅客又是內地的佔八成 那為什麼他不去四川也要來香港看呢 但是近一點 就是華南地區不需要那麼遠 因為香港的熊貓放的屁都比較近 所以他們會覺得 香港的熊貓的樣子不同 膠質好多 這樣宣傳 那你國家送給你也是 你不要虐待它就可以了 有些熊貓我看到拍出來 包括在香港、國內那些 有些毛就很白色 有些就像骯髒一樣 但是它是啡毛 是骯髒還是泥沒有洗 真的不知道 不是有規定的清潔情況 但我見過有些是黃金錦 好像染了髮 剛剛去完洗手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還是泥 但是有些是很雪白的 好像卡通片一樣 不知道了 所以熊貓這個出生 令很多人今天 熱烘烘烘 熱烘烘烘烘烘搜尋 關於熊貓 他們是怎樣交配 怎樣孕育 發情 諸如此類的搜尋 其實很多 證明那個議員的建議 都可以 不過可以再完善一點 寫個七十多頁的提案 給超哥之類的 教育界的 另外一位立法會議員 朱國強 他說新學年要開展 小學又會推出科學科 所以現在熊貓出生了 應該要把多些熊貓 關於他們的資訊都放進去呢 還有建議當國可以舉辦大熊貓大肆比賽 贏了的小朋友 就可以近距離接觸大熊貓 了解他們怎樣去飼養他們 保育他們 不過現在海洋公園也有 也有開放介紹 但是海洋公園的治理員 真的要完全掌握才好 如果真的放了 那些熊貓 放了小朋友進去做大肆 親近的熊貓 不知道可能是意外 然後那個熊貓誤傷了小朋友 這麼恐怖 那究竟媒體那裏應該怎樣寫呢 平時交通意外 就連司機都拉起來 說他不小心駕駛 雖然可能有人是亂過馬路 但是這些屬於國保級的 就算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字眼上他又不可以 譴責熊貓 但如果你譴責小朋友好像很無謂 所以除非你的治理員 真的有百分百肯定 你控制到他的情緒 要不然也不要安排這些東西 安全一點 是很危險的 那個是屬於 差不多跟結婚一樣 你叫了一個朋友來 跟你老婆拍結婚照片 然後誤傷了你老婆 但那個是你老死 那怎樣呢 怪誰好 兩個都不理 也不可能的嘛 所以都是難搞的了 但是我想善用熊貓 不如都是用回 配合那些什麼國情教育 好過你去搞運動會那些 可以擴大整個海洋公園的熊貓館 那些小朋友進去參觀當然免費 參觀的時候要他們 學習一下 譬如認識國旗 聽國歌 再進去參觀熊貓館 一定 那我更加吸引 對 對 另外有自己有 詩詩 他說 韓國的愛保樂園 做熊貓宣傳做得很好 所以福寶 回到四川都很紅 應該是福寶 就是熊貓的名字 還有有人建議去禮賓府 住在禮賓府 其實阿超也不太喜歡住禮賓府 不是每個特首都喜歡住禮賓府 不如把禮賓府改成熊貓館 很近一點 開放 配合國情 還有夠高級 你對著中國銀行 禮賓府 對證就是這個 全香港的心臟經濟地段 可能放在熊貓那裡震一震 經濟馬上旺盛 差很遠 馬上嗨嗨聲聲 不過話說回來 幸好熊貓善良那隻 你看牠捉筍牙 很厲害 你想想多硬 你捉我 什麼都咬到水一碎 如果襲擊人 就不得了 幸好牠順良 這次跟水水去澳門團 都參觀澳門的熊貓館 好幾乎 澳門都有 好像石排灣公園 我記得 抽點時間 如果是可以 我們有車兜過去 讓大家參觀澳門的熊貓館 看看牠們有沒有交配 當然 只有一個 除非可以自我交配 都是自己玩自己 到時可以做些動作給牠看 這樣 圍繞光 打靶 你不要刺激 有蚊 放蚊進去 有蚊 我先清澳門是一隻還是兩隻 有些地方是一隻 有些兩隻 好像可以參觀 可以是認識國情參觀澳門熊貓館 如果我們遲些有些 搞熊貓經濟 我們那些 餐飲業 商店 我們怎樣可以迎接這個浪潮 是不是要做些什麼 熊貓的套餐 那些精品全物陷入 都是變成熊貓的特色 熊貓特飲 熊貓炒飯 熊貓咖啡 你看整個熊本縣 或者熊本縣 熊本縣 拉麵 包裝 飲品 食物 便利店 車站 街道 那些人 定時定後 有人穿著熊本熊 到處在市區走來走去 走商場 香港其實都是這樣 如果你六隻那麼多 你說亞洲 叫做亞洲最頂級的熊貓地方 那都沒有人反對 我是比你新加坡多去吹 整個香港都有熊貓的感覺 這次發財